第201章零食选手 今日并没有开始复赛 这要放到明天进行 不过除了进行年龄测试之后 还把32名胜出者分了一下组 这下大家都会知道明天的对手是谁 而如果能够胜出的话 后天的对手又可能是谁 10号明天的对手便是那个发零食而胜出的小胖子 而如果他可以通过这一关 这自然是肯定的 那么他后天的对手就是成松 在其他人看来 10号这是流年不利啊 否则的话 以他可打五步的实力 冲进四强甚至决赛都是非常可能的 可他现在却是提前遇到了成松 那肯定只能止步于此 他是超级天才 成松就不是吗 但再一想 这样的新秀比武其实是为陆家挑选人才 所以只要表现出彩 得不得冠军并无所谓 陆家自然有大佬看在眼里 小黑的话 他自然也在淘汰战中胜出 他划分在另外一个半区 所以想要与10号相遇的话 那只能在决赛中 以他一步养魂的修为 最多四步的战力 这要能够挺进决赛的话 只能说运气好了 高手全部奋到了10号的半区之中 10号自然无所谓了 他与小黑先去找了家酒楼吃饭 然后打包了一些剩菜给大黄狗带回去 没想到还遭到了这家伙的狗眼相瞪 一副大爷不吃剩饭的嫌弃 靠 10号将剩菜往外面一丢 大黄狗却是屁颠屁颠地跑了出去 吃得不要太香 真见无疑 一晚过去 10号照理修炼 又炼化了一颗餐灵丹后 他去离四步只差一步了 明天 明天应该可以突破了 10号满意又不满意 这突破四步是进了 但是 四步之后呢 他现在虽然不差灵石 但是以灵石修炼 和吸收餐灵丹这种丹药一笔 那效率绝非一个层面上的 所以 上哪再去弄如此的天才地宝呢 10号无比渴望修为的提升 近得威胁如成家 他肯定会将成松打趴下 一路挺进 这势必会让成家震怒 哪怕成家一开始没有 但成松肯定会打击报复啊 以他的性格能够忍得住吗 所以 他最终还是要面对成家的 成家确实不如陆家墙大 但怎么也是有彼岸强者作证的 真要对10号出手的话 10号拿什么挡 关键是 以10号的性格 哪怕明知道会走到这一步 他依然不可能低头 大不了我打了人跑吗 可刚在东火大陆立足 却立刻又被人逼得狼狈而逃 他一忍不下这口气 所以 如果能够尽快迈进彼岸的话 他至少有了初步对抗成家的资格 而凭借穿云布的神奇 便是遇上官自在强者 他至少也有保命的手段 哎 修炼离不开丹药 更离不开天才地宝 而天才地宝的话 看的就是一个失利的底蕴了 10号放下乱七八糟的想法 与小黑出发 前往比武场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地方 按照昨天抽签来的顺序 一场场比赛陆续进行着 10号的比赛被安排在第三场 因此 他并没有等上多久便上场了 他的对手 那个小胖子憨憨地看着他 兄弟 咱们打个商量 小胖子十分诚恳 我给你十块零食 你主动放弃 如何 反正 你就算过得了我这一关 下一轮遇到成松也肯定不是对手 10号微微一笑 你怎么知道我打不过成松 小胖子倒吸一口凉气 你好大的口气啊 成松是谁 三大天才之一 更是五步的修为 站立直标七步 你怎么可能匹敌 兄弟 你这是不给我螺旋面子了 小胖子脸色一沉 持好笑 你一上来就要我认输 又给我面子了 你们打不打 边上的裁判脑了 再不交手 你们全部淘汰 小胖子这才闭上了嘴 然后一脸心疼地伸手入怀 取出一束卷起来的兽皮 嗯 伏兵 这可是你逼我的 小胖子说道 心都在滴血 伏兵多贵啊 只好看向那名裁判 却见对方并没有制止的意思 那就是说 比赛中是可以用伏兵的 这不是极大地破坏了比赛的公平吗 我 我只要有钱 或者家族大佬支持 直接送一张彼岸级别的伏兵 那还有谁不是一招鸟的 哈哈 十号 来吧 小胖子肉疼一会 便豁出去了 大声吆喝起来 以表达不惜动用伏兵的决心 既然如此 十号也掏出了一张伏兵 然后又一张 再一张 一共五张 他没有亮出全部的家底 否则肯定会吓坏小胖子的 擦 小胖子顿时目瞪口呆 我才一张伏兵 你居然有五张 完全被碾压啊 他还抱有一线希望 我的伏兵可是二星级别 绝非一星那种只能用来吓唬人的 十号一笑 我的也是 小胖子顿时就耸了 因为按照惯例 武者只能制作出比自己 胸为低一级的伏兵 可也因为低了一级 伏兵的威力在这个境界之中 肯定是最强的 就像洛青二给十号的伏兵 便是九岛级别 甚至要比一般的九岛还要强 因此 既然大家都是二星伏兵 威力肯定差不多 那么 自然是数量多者胜了 我认输 小胖子颓然说道 一脸的郁闷 他就是临时选手 反正家里有钱 直接拿钱砸晕对手 但面对十号的话 他发现居然砸不过 那只好认怂了 免得吃上苦头 这一意 十号不战而屈人之兵 看台上嘘声一片 大家都是来看打架的 可这二人比比了半天 居然就完了 让他们都是急不过瘾 嘿嘿 明天就惨了 他的对手可是成松 肯定会被打残 活该 好多观众们都是通过诅咒的方式来表达不满 十号却又岂会在意 等明天他将成松打爆了 那自然是最好的还击了 需要跟这些人耗费口舌 当然了 绝非每个人都在咒他 像女性观众都轻衣色力挺十号 这男神往那一站 就足以让他们心花怒放 吃醉半天 还在呼打架不打架的 这自然让男观众们更加不爽 十号了 第202张火上浇油 小黑那边也顺利挺进16强 他的对手其实还是三不养魂巅峰 但在小黑狠利的剑术之下 却最终只能败下阵来 这自然又引发了大轰动 三元城居然出现了第五个超级天才 而且还能够跃三个小境界 比陆云还要牛逼 看台上 中海脸都绿了 这本是他的小弟啊 以前只觉得有些怪 但胜在能打 便养在了身边 没想到一突破养魂之后 居然猛到了这样的地步 他后悔啊 如此天才却被十号轻而易举就拐了过去 还好 十号接下来的对手就是承松 而这家伙居然敢和承松抢女人 肯定是被活活打死的份 他还是可以将小黑给弄回来 事业 陆家宜特意去了一趟承家 对于他的到来 承松当然是开心无比 他一直在追求陆家宜 而承家对此也十分支持 一旦两人结成夫妻 对于承家宜有很大的好处 符合承家的利益 可惜的是 陆家宜一直扑在家族事业上 对承松的追求显得爱里不彩的 所以 现在陆家宜突然来访 不但承松高兴 便是承家上上下下也都很兴奋 家宜 承松特意整理了一下自己 这才出来见陆家宜 陆家宜点点头 他虽然很不喜欢对方这么称呼自己 但今天他也懒得去纠正了 我有事拜托你 他持续来意 承松一笑 道 你有事的话 让下人跑一趟 或者将我叫去就行了 何必还亲自跑一趟 陆家宜只做没有听出他的意思 道 明天再对阵十号的话 还请不要伤了他 十 什么 承松的笑容顿时就僵住了 事实上 在此之前 他还是不相信陆家宜会和十号有什么关系 因为据他收到的信息 在他警告十号之后 这二人就没有再见过面 这也是他没有去找十号麻烦的原因 虽然这小子失衡了些 让他不喜 可他忙着修炼 要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要他出手的话 他不是要忙死了 然而 现在陆家宜居然特意登门拜访 要他对十号手下留情 这岂不是实锤了 马德 绿拉 承松勉强露出一丝笑容 说道 既然家宜你开了口 我定不会让你失望 他在失望两个字上下了重音 已是下定了决心 明日对阵十号的时候 定要将对方除去 完全断了陆家宜的念想 虽然这会让对方恨自己一时 但时间可以抚平一切 陆家宜得到了满意的 他回答 很快就告辞离去 承松木人而立 双拳握得紧紧的 指甲都是掐进了肉里 有鲜血流了出来 他却是仿如未知 十号 你必须死 他森然道 陆家宜却不知道 他本好心想要帮十号一把 却反倒激发了承松的杀意 在他看来 十号乃是天才丹师 现在就已经让齐阴鹏尊敬无比 未来的前途会多么的不可限量 可他并没有想到 陆秀早已经去山峰点火了 今天他这么一去 彻底就把炸药桶给引爆了 但反过来 承松到底是怎么想的 十号其实却是丁点也不在乎 今早 十号手握参灵丹 运转九转略天津 嗡 九转之下 他已是触到了三步的平向 魂海中魂肿小人进行着激烈的蜕变 从金色变成了绿色 次步养魂 魂肿小人身上的金线也变成了四道 束缚之力较之三步时又翻了一倍 时时刻刻都在束缚着魂肿小人 然而 以十号的强大 这依然是小意思 破极和养魂 最初的几个小境界都是很容易跨越 这应该是我修炼了九转略天津的关系 难点在于打破极限 十号尝到了打破极限带来的好处 破十级不但赋予了他恐怖的越级战斗能力 还有暗镜等特殊手段 那么 如果可以将养魂的极限也打破呢 破级能有十级 养魂为何不能有十步呢 可惜 他距离九步还远得很 十号和小黑出发 第三次来到了比武场 今天就只有八组比赛了 而十号的话 他是最后一组登场 没办法 成松乃是此次比赛大热门 他肯定是要放在最后一个登场的 小黑的战斗倒是被提前到了第一场 他昨天一名惊人 引来了许多大佬的注意 这一场 他苦战而败 没有人会指摘他 因为他的对手可是五不养魂 而即使如此 小黑也一直是在抢攻 直到力量耗尽 才让对方反击 最终落败 最败尤荣 有了这精彩一战 接下来的战斗就显得无畏之极 而期盼了大半天后 最后一场 也是大家最想看的比赛 终于要开始了 十号对阵成松 两人分别从不同的通道 进入了比武场地 相隔五仗而立 开始 裁判将手一挥 成松并不急着出手 而是盯着十号 眼神中流露出 孙染杀意 他走上前几步 压低声音道 你不该觊觎我的女人 咦 我什么时候觊觎过你的女人 再说了 陆嘉宜又什么时候成你的人了 而且 他一向只有被觊觎的份啊 欲加之罪 脑子有问题 他摇摇头 成松更加愤怒 哪还忍得住 立刻就向着十号杀了过去 这比五连伏兵都不禁 自然更加不禁兵器了 成松抽出一把刀 向着十号斩了过去 轰 刀身上有熊熊火焰燃烧 更增威势 他是火属性武者 而他手中的兵器 居然也是把火属性的灵器 与他的魂力沟通 形成了完美的共鸣 使得成松可以引动火元素附着在刀身上 一刀斩过 恐怖的烈焰沸腾 十号无惧 双拳一阵之中 掀布上了一层当劲 这可以对抗力气 然后火焰雄然 以火对火 来吧 他纵身而上 硬钢灵器 靠 这家伙想死啊 徒手接灵器 这家伙疯了 而且 成松还是七步的战力 我靠 众人还在议论纷纷 却是看到了让他们震撼的一幕 十号一拳轰击之下 成松竟是腾腾腾的后后退 脸色刷地通红 更是憋成了猪肝色 哇 成松暴吐鲜血 其实他本不用受这么重的伤 可他好面子 想要强行对抗十号的力量 硬钢的结果就是他不但还是后退了 而且被震得内府动荡 吐血连连 全场 一片寂静 第203章战 成松 谁能想到 成松与十号这一战 在大家看来是没有悬念的 虽然十号已经证实了自己乃是超级天才 但是 他毕竟只是三步养魂 战力称死五步 可成松本就是五步养魂 同样可以跃两极战斗 所以 两步的实力之差 这绝对是碾压的 可他们现在看到了什么 被碾压的并非十号 而是成松 怎么可能 成松就是七步的战力 而要一拳击退他 那怎么也得是七步巅峰的实力 三步的修为 七步巅峰的实力 整整越了四级 天哪 一时之间 所有人都是狂冲冷气 震惊的一塌糊涂 要知道 哪怕是在大教之中 到此圣女级别 也只能跃三个小境界而战 跃四级的话 那绝对是几百年也难出一个的 矿石天才 十号 居然是这样的天才 难怪他敢合成松硬刚 不是他狂 而是实力如此 包厢之中 陆云都是忍不住挑了一下眉 同样是跃两极战斗 可还是有区别的 像他的极限 其实是接近三个等级 即他在一岛初七的时候 便可以占三岛巅峰 可是 越三个等级 却真的只能想想了 那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然而 十号不但做到了 而且还不是三个等级 而是四个 偏偏 他还长得那么好看 陆云不由捏了捏拳头 因为安月梅的关系 他绝不允许十号活着 本希望成松拜他出手 将十号干掉 可现在的话 他要失望了 哼 既然成松这个废物没用了 他就另想办法 场中 成松紧了紧刀柄 好像这可以让他重新提振信心 十号淡淡一笑 今天早上刚刚突破 真是不好意思了 听到这话 众人都是在心中握了一下 原来突破到了四步 难怪这么猛 可立刻 他们又刺了刺牙 虽然没有之前那么恐怖了 可依然是越了三个小等级啊 这个家伙也太能装逼了 明明是在炫耀 却说得那么随意 成松将手中的刀平举 直指十号 你不该激怒我的 他的双眼中散发着疯狂之意 散发出来的气势 却是一波比一波强横 此 他纵刀杀了过来 再斩一刀 威力尽是比之前那一刀强出了一大截 迈进了八步的层次 没有人知道 他的疯狂其实并不是病 也不是性格问题 而是一种血脉 他查了许多资料 才知道这叫狂化 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他提升一个层次的战力 缺点是会控制不住情绪 见人就砍就杀 现在无妨 面前这个人正是他要砍要杀的目标 此罢 空 火刀在舞 威势惊人 十号在脑海中一松索 笑道 原来你是狂化血脉 可惜的是 你这血脉也太不纯净了 狂化带来的提升太小 砰 仿佛在为他这句话做注解 他一拳轰出之中 成松再次被震得到退回去 依然不堪一击 要知道 现在十号可是四步养魂 光是基础战力就是八步级别的 可惜 众人只知道成松可以跃两级战斗 要是知道他现在的战力达到了超越三个等级的话 那必然会联想到 十号针他马德可以跃四级啊 成松也是慌得一笔 他用震惊的眼神看着十号 这家伙是怎么知道自己拥有狂化血脉的 这件事情他根本没有告诉任何人 而是他在察觉到自己的特殊之处后 才去变查古界 最终才证实了他是狂化血脉 你只是看了一眼就猜出来了 什么怪物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忍不住问 狂化后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眼珠变红 十号随意说到 还有 手足会变大 血液流动加快 牙齿亦会稍稍地突出 成松愣然 十号都说到了点子上 他是查了资料后 才一一对应出了自己的特征 可十号却是信口到来 如何能够不让他吃惊 这到底是什么人 说到狂化血脉 十号也来了兴趣 道天下曾有一族 名为狂化族 每一名族人都可以狂化 最惊人的甚至可以将战力提升整整一个大境界 不过 那真是完全将潜能激发了出来 当力量用尽之后 生命力会迅速耗尽 不死亦终身无法再战 这样的种族可怕无比 拥有赫赫凶名 真是无人敢惹 成松听的激动无比 跨越整整一个大境界 那轰轰烈烈一战 纵死又如何 可惜他狂化后只能提升一个小境界的战力 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还打不打 十号笑道 听到这话 成松不由脸一红 他是谁 可是素以下手很辣出名的成家疯子 现在这模样还像他吗 狂化之后 他的性格本来就会变得暴力 而随着狂化次数的增多 他的性格也会越来越扭曲 最终真的变成了一个疯子 他不知道的是 狂化族早已经灭族了 但并非被其他势力所灭 而是族中强者发疯 将全族的人杀的近光 只与几个外出的族人才幸免于难 也因此 狂化族的血脉才会偶尔出现 便是这些幸存的族人所留 每当出现一个血脉反族的 便会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甚至天下大乱 成松动用的狂化次数不多 因此他现在也只是性格暴力 出手很辣 还没有到发疯发狂的地步 也因此他才会听到十号所说被分了身 他重新将长刀一阵 战役复燃 他已经知道正面进攻的话 他并非十号的对手 但是你这么年轻 战斗经验又可能有我丰富吗 成松不是自夸 说到战斗的场数 便是陆云一比不过他 他开始游走起来 试图寻找十号的破绽 十号双手赋于身后 任成松绕着自己转 只做未知 可在成松看来 十号明明浑身都是破绽 又好像处处都是陷阱 让他完全不敢出手 他阳攻 试图破坏十号的这种状态 十号却不为所动 太镇定了 于是 众人就看到十分有趣的一幕 成松不断的挥舞长刀 一会上前一会退后 好像中了邪式的 对着空气在砍啊消啊 第204章废调 若非这是成松 估计已经有许多观众 要忍不住丢香蕉皮了 而成松也是压力山大 他处在狂化状态 但这是有时间限制的 而且 一旦退出这个状态 他的实力就会跌落一大截 别说越两极战斗了 便是普通的舞步都是不如 而且 狂化状态一旦开启之后 又不是说关就能关的 只会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血脉之力耗尽 在很长时间之后 恢复好了才能再度开启 所以 他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杀 他大吼一声 挥刀向着十号斩了过去 十号一笑 起拳迎击 砰 拳头打在刀身上 恐怖的力量爆发之下 生生将成松给震退了回去 他在急向前追 双拳连辉 成松的刀已经被荡开 无法回救 便以左臂横在了身前 吃下了十号的拳击 砰砰砰 撞击声不绝 十号却施亚然发现 成松并没有被他这一轮攻击击溃 因为他的左臂上 竟有一朵朵紫色莲花绽放 挡下了十号的攻击 灵气 池浩说道 不错 成松傲然说道 这就是我成家的底蕴 池浩一笑 不过一件灵气而已 你就飘起来了 成松哼了一声 五刀在斩 有灵气支柱 解决了他的防御问题 让他可以将精力全部放到进攻端 而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 之前他还担心这件灵气挡不下十号 现在正是可行 他自然心中放松了 狂化之后 他的情绪越来越疯狂 大吼一声中 又向着十号杀了过去 空 空 空 火焰刀乱斩 却是将他的实力完全发挥了出来 好 干掉他 杀了这个小白脸 男人们是同仇敌忾 谁让十号生得太好看了 让女人们一见之下 就立刻站到了他那一边去 不问原因 十号加油 十号我们爱你 女观众也不甘示弱 大声给十号助威呐喊 将现场的气氛拱托到了极致 十号 今天你必死无疑 成松大吼道 双眼赤红 虽然他一时半会之间 无法将十号拿下 但是 所谓九手必失 在他连绵不断的轰击之下 总能抓到十号失误的时候 然后一击进攻 解决了这个对手 是吗 十号微微一笑 他决定要解决战斗了 来 他运转八级烈火拳 向着成松打了过去 砰砰砰 他的拳速快得惊人 如果创造八级拳的人在此 一定会震惊无比 因为继承拳法 那就是个死套路 每一拳应该怎么打 以怎样的节奏打 都有严格的限制 不然的话 这就不叫八级拳了 可十号的拳速 却是远远超过了 八级拳应有的频率 在威力上 却是丝毫不减 仍能将体内的力量 以三倍的方式爆发出来 所以严格来说 十号已经跳出了八级拳的范畴 不再受拳法本身的限制 只是抽取出八级拳中的精华 始终保持着三倍力量的爆发 战斗本身就是千变万化的 只有跳出拳法的限制 才能适应瞬间万变的战斗 从这点来说 十号已经有资格称为拳法宗师了 十七岁的宗师 没办法 谁让十号得到了原成烈的记忆呢 人家可是驻天梯的大能 尽得他的记忆 十号又怎么可能不厉害 当然了 他若非本身也是天才卓越之辈 那也不可能活血活用 在如此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之下 成松已经完全没有了反击的资格 便只能将左臂横在胸前 以灵气硬挡十号的攻击 但是 他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 你的攻击这么狂暴 那么一旦气势跌落 那肯定就是防御最最薄弱的时候 也是他反手围攻一刀定胜负的时候 砰砰砰 十号的拳头一记快过一记 好像他没有极限似的 如果有人看得仔细的话 便会发现虽然成松的手臂上莲花朵朵 绽放不断 但是 这速度却有些跟不上了 当十号将攻速提升到一个极限时 啪 莲花破开 后续却没有跟上 再绽放一朵莲花来阻挡他 砰 十号这一拳长驱直入 轰在了成松的左肩上 顿时 成松整个人都是飞了起来 如同一发炮弹似的 灌飞出了十来丈远 直撞到远处的墙壁 这才反弹了回来 重重的摔倒在地上 一滩鲜血从他的身下流出 迅速形成了一个圆圈 住手 住手 裁判连忙奔了过来 阻止十号继续出手 事实上 十号也没有补上一记的打算 只是副手而立 裁判过去检查成松 不由到抽凉器 因为成松浑身大部分的骨头都是断掉了 而且还不是断成两截这么简单 而是都化成了鸡粉 即使以最好的蓄骨高接上了 那肯定也会留下隐患 不能说废了 但影响还是极大的 成家那些大佬要是知道了 不知道会生何等的雷霆之怒 反正他只是裁判 这不关他的事情 十号获胜 他大声宣布道 其实结果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可是听他宣布出来 还是让许多人震惊 成中三大天才 都是同皆无敌的代名词 从来只有他们越级而胜的 现在却被人反过来掀翻 这是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吗 比武场中 自然有人员出动 将成松给抬了出去 至于成家会有什么反应 那应该得收到消息之后才会有所动作 毕竟 在成家人的心中 成松获得投名指示走个过场的事情 谁能想到他会遭到如此的狙击呢 十号转身而回 脸上并没有任何表情 在最后一击上 他完全可以收回力量 只败而不伤成松 可谁让成松想要杀他 他又是那种被人欺负了 还默默忍受的人吗 我有能力 自然要反击 他与小黑回到了住处 等待着明天比赛的继续 而此时的成家 却是一片乌云笼罩 成松的情况太糟了 大半骨头被粉碎 哪怕养好伤 亦会留下隐患 于常人来说 这隐患不大 可对于成松这样的超卓天才来说 这影响就大了去 还想越两极战斗 呵呵 因此 成家内部也在商量着 要怎么处置十号这个行凶者 第205张 浮兵战 当然是杀了 兼费了 然后再慢慢弄死 不将他折磨上一年 又岂能解气 大部分人都是主张立刻将十号拿下 施以重罚 不妥 那二子现在已经证明了 他拥有越三个小等级战斗的实力 与那小黑一样 乃是比陆云还要优秀的天才 陆家肯定会想将之收入麾下 所以 我们如果贸然对那二子出手的话 极可能激怒了陆家 此话一出 众人都是沉默了下来 别看成家号称豪门 在三元城中仅次于陆家 更有彼岸强者坐镇 但是 归根结底 他们只不过是陆家的走狗 一旦影响到陆家的利益 他们将会被毫不留情地铲除掉 在几百年前 就有陆家的一个从属家族出了个五道奇才 甚至在没有指引的情况下突破进了关自在 但结果呢 遭陆家猜忌 故忌 出动七位官自在强者 直接将这明天才震杀 那个从属家族也被抹去 对外则宣称他们要谋反 反正被灭族了 什么都是由陆家说了算 所以 成家当然不愿不这个从属家族的后尘 那怎么办 难道要做事不理吗 有成家人不服 现在先只能进关 看陆家怎么说 有成家大佬一锤定音 如果陆家决定要重用此子 我等于只有暂时忍下这口气 但是 此子太过妖孽 估计陆家也不会放心 说不定便会除之 嗯 成家其他人都是点头 这不是没有先例 一晚过去 十号修炼完毕 再次前去比武场 这一回 小黑就没有跟着去 他并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 宁愿在药铺看门 又或是陪着大黄狗坐着 半天没人跟他说话也不要紧 只要不饿肚子便可 次强战就毫无悬念了 此次比赛中 成松是公认的最强 连他都被十号打败了 十号还会有对手吗 但决赛亦是如此 现在 只剩下最后的决赛了 只要再赢一场 十号就能获得此次比武大赛的第一名 拿下那枚苍燕果作为奖励 到了这一天 比武场坐满了人 虽然比赛应该是没有悬念了 可再怎么说也是决赛 前来观战的人还是很多 没过多久 十号便被通知进入了比武场 他的对手也出现了 乃是一名二十八九岁的青年 看来是刚好踩着三十岁的尾巴 下一次的新秀大赛肯定没份了 此人叫朱晨海 并非出自哪个豪门 而能够凭自己的努力在三十岁前达到六部养魂 此人倒也不容小觑 请 朱晨海向这十号拱了拱手 请 十号还礼 他这个人其实一点架子也没有 谁对他客气 他也对谁客气 然而 只是下一个瞬间而已 朱晨海就取出了一张伏兵 向着十号打了过去 嗡 伏兵声光 兽皮立刻瓦解 而三道兵剑却是凭空而生 向着十号射了过去 揪羞羞 奇快无比 咦 这不是一名平民子弟吗 何来的伏兵 十号眉头一皱 却是一拳轰出 火焰熊熊之中 兵剑被打碎 但还是有碎兵向他袭去 而寒一冷领 也迅速将十号拳头上的火焰熄灭 劲骨的寒一袭来 还好 被火焰这么一档 虽然依然寒冷 却要好了许多 九部级别的伏兵 这相当于九部武者在向十号出手 威力自然大了 朱晨海见状 自然大喜 又摸出一张伏兵 向着十号打去 还是九部级别的伏兵 十号顿觉古怪 要说朱晨海能够拿出一张二星伏兵 那还说得过去 毕竟他省吃俭用 能够凑钱买到一张伏兵并不奇怪 可问题是 接连拿出两张来 这就不对劲了 他哪来这么多的钱 要知道 之前那小胖子见人就发零食 可也没有奢侈到拿出两张伏兵的地步 朱晨海凭得又是什么呢 除非 有人在背后支持 用意便是借刀杀人 是成家吗 自己废了成松 所以成家给朱晨海提供伏兵 用意对付自己 如果是成家的话 那拥有这样的财力便不稀奇了 池浩一边想 一边则是奋力招架着 他的常规战力就达到了八步 所以 虽然化解得十分困难 但还是有惊无险 偶尔吃到一两下的攻击 以他强横的体魄也完全吃得消 可是 这依然将所有人吓到了 什么情况 池浩还能支撑 如果只是一张伏兵的话 那倒也算了 八步战力虽然不可能匹敌九步 但挡下一击最多只是受些伤 此时肯定不会死 甚至还能避免重伤 但是 一张张伏兵如此不要钱搬砸出来 却依然无法击败十号 这又是什么鬼 这小子的实力 究竟强到了什么地步 前几天众人还只是认为 他能够跃三个小等级 但现在的话 没有一个人这么想了 怎么也得跃四级啊 呲 要知道就算是在 顶级大轿之中 最最出色的传人 也不过能够跃四级而已 十号之妖孽 竟可以媲美这样的超级天才 天哪 看台上 露云的脸色无比阴沉 朱成海所用的伏兵 都是他提供的 本以为这能够将十号震杀 可他亦没有料到 十号居然妖孽到这样的地步 可以跃四级而战 甚至 十号这个跃四级 还不是简单的四级 而是同他无限接近 月三级一样 几乎达到了月五级的地步 否则的话 在被这么多的伏兵轰炸之下 早应该完蛋了 露云不由地杀气更是 这样的天才如何能够让他再活下去 就算没有安月梅这个因素 他亦要寝食难安的 而在场中 朱成海也越来越慌 伏兵快要用完了 哪怕是露云也不可能提供他无限量的伏兵 就算陆家强者无数 可伏兵所用的凶兽皮 凶兽血难道不要钱的 这可是极大的消耗 便是露云亦得优者 可现在的话 他已是骑虎难下 必须靠伏兵压制住十号 否则的话 十号便会发起反击 他可不认为自己挡得下来 他在轰几记 手一伸 却是摸了个空 伏兵用完了 第206章路云出手 十号一笑 怎么 伏兵用完了 朱成海露出尴尬之色 更是不敢相信 这么多的伏兵啊 居然都没能够将十号打败 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 四步 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四步 砰 十号随意一拳轰过 朱成海就飞了 说到真正的战力 他可完全不是十号的对手 现在 结果已出 此次新秀大赛的冠军是 十号 裁判大声宣布道 顿时 看台上的女观众们皆是欢呼起来 而男人们则是露出失望之色 随便什么人啊 只要不是这个家伙就好 可偏偏就是十号获得了最后的冠军 慢 就在这时 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响起 响彻了比武场 众人都是寻声看去 只见一名年轻男子傲然着力 风采动人 陆云 三大天才之首 哪怕十号 小黑都是表现惊人的潜质 但是 修为却要比陆云差得太多 所以 也绝没有一个人认为 十号和小黑可以和陆云相提并论 一个大境界的碾压 任你在天才都是无用 这是无解的 现在 陆云居然出现了 他是什么意思 云少 便是那裁判一时向着陆云恭敬行礼 他是陆家的一名下属 见到这位日后极可能继承家主之位的天才 当然要恭恭敬的 陆云看也没有看他一眼 他神情默然 淡淡道 你还没有资格称王 什么 听到这话 众人都是一愣 没有资格称王 那意思就是他不同意让十号成为冠军了 十号不由谋自一锦 他又什么时候得罪了这位陆家天才 我已经打败了一切对手 为何还不能称为冠军 他不卑不亢 陆云淡淡一笑 因为我不同意 如此简单 就只有这么一个理由 霸道吗 当然 可那又如何 你能够怎么样 他是陆家大少 别说在年轻一代中独占凹头 便是在陆家的统治层次中 他亦有相当的话语权 为何不同意 十号脸色平静 仿佛在说一件与他完全无关的事情 可若是熟悉他的人 便会发现他心底深藏的怒火 陆云威显然 这个人还真是敢大包天 还敢向他质问 你若能接下我三招 我便同意你有资格做上新秀冠军之位 他说到 听到这话 全场哗然 陆云可是一岛强者 别说三招了 就是一招 又有哪个养魂镜可以接得住 想要成这个能 便只有死亡意图 这是怎么回事 陆云跟这个家伙有仇吗 嘿嘿 一山南戎二虎 你也不想想 十号刚才可是表现出 可以越斯基战斗的实力 远远超过了陆云 你让陆云心中怎么想 不错 陆云可是年轻一代中的王者 现在十号却是表现出了超越他的潜力 自然会看他不爽了 甚至是为眼中钉了 所以啊 谁让这小子太高调了 不懂得木秀于林 封闭催之的道理 可是 这不是选拔新秀吗 不能全力以赴的话 那又有什么意义 众人议论纷纷 结实摇头 认为十号绝不可能答应 找死也不是这么找的 陆云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道 我不是在征求你意见 什么 第一招 陆云淡然说道 一直点出 顿时天地都仿佛湿了颜色 在他的指尖凝聚起了一道白光 然后以无比可怕的速度向着十号打了过去 雷露攻击 这个三元城的第一天才 居然是无比罕见的雷灵根 不过 他还不是那种可以将魂力外放的超天才 而是借助暗镜将雷露打了出来 所以 可以看得清楚 这道跳闪的白光以其快的速度打向十号 却又没有快到不可感知的地步 否则 雷露的速度是何等之快 一瞬间 十号放下了所有念头 双手连挥 顿时 一张张伏兵打了出去 皆是纷纷发光 迎击那道白光 砰 砰 砰 然而 每道伏兵的攻击打过去都好像是皮肤汗大树 本身暴碎消失 可那道白光却是坚定无比的向着十号射去 速度不减分毫 直到十号抛出最后第二张伏兵时 跳闪的雷霆之光才终于消散 趴地碎开 陆云的第一击 终告化解 然而 十号却依然打出了最后一张伏兵 呲 竟同样是一道雷霆攻击 向着陆云打了过去 这出乎了陆云的意料 而雷霆的速度是何等之快 白光一闪 他已是中招 但是 以他的实力 这道攻击打上去自然伤不了他 可他的硬物却没有比暗尽的实力 顿时被雷霆打出了一个洞口来 呲 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幕 皆是目瞪口呆 皆是陆云的霸道 根本不管十号答不答应 直接就出手攻击 而接下来呢 十号展现出了恐怖的身家 一口气竟是砸出了上百张伏兵 将陆云的攻击化解 这就完了 没有 十号向众人展现出什么叫做皮肤一怒似的 我的实力不如你 但是 我亦有脾气 我亦是有血有肉的人 他发动了反击 而陆云呢 破一 只从第一击的结果来说 竟是十号占了上风 面对这样的结果 便是之前那些极度十号的男人也只剩下了佩服的份 换做是他们的话 敢不敢打出最后一张伏兵 不敢吧 这等于是在向陆云挑衅 面对陆云这样的超卓天才 年轻一代中的王者 便算被欺负 被羞辱 他们一直会咬牙低头忍着 陆云低头一看 不由将眉挑了挑 露出了森然之色 从小到大 他一直笼罩着天才的光环 而且 他也一向无往不利 从来没有哪个年龄相仿的人可以与他匹敌 可现在 一名比他远要年轻的人 明明实力比他弱了几百倍 却向他发起了挑衅 在众目睽睽之下 而且还成功了 一瞬间 他杀气狂逝 第二招 陆云的表情依然平静 在他看来 这只是一只微不足道的蝼蚁在向他示威罢了 他无需动怒 只需要随手抹去 他抬手 打出了第二道攻击 他就不信 10号还能拿出更多的伏兵来 第207章7人太甚 10号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伏兵 但是 他还有底牌 翻天印 虽然这一击之后会抽空他所有的力量 但是 第二招都过不去 和谈以后 他双手结印 向着陆云打出的光团而去 无尽的力量迸发出来 远远超出了仰魂镜可以达到的极限 砰 这一击轰在陆云打出的光团上 迸闪出惊人的光芒 让每个人都是睁眼若芒 当他们恢复目力的时候 只见10号还是站在原地 只是身形微微有些摇晃 一张脸煞白如纸 喘气如牛 然而 众人却都是惊爆了 又挡下来了 这一次不是凭借伏兵 而是以本身的实力 隐生生扛下了陆云的一击 天 天 天 这小子真是养魂镜吗 彼岸对于养魂的压制是碾压式的 这点所有人都是清清楚楚 可在10号的身上 这却是突然变得不适用了 之前 10号表现出了接近五级的越级战斗能力 但现在 跨越了一个大境界啊 什么怪物啊 陆云一是不由自主地张了张嘴 这是他亦没有想到的 10号会如此妖孽 不过 他立刻又生腾起了强烈的杀意 这样的人 若是让他成长起来 别说要威胁到他的地位 甚至陆家都要因他而被先赴 太恐怖了 一定要除掉 助手 这时 只听一声爆喝 一名老者从看台上急奔过来 齐音鹏 他其实是来庆祝10号夺得冠军的 毕竟战胜了成松之后 10号绝不可能还有对手了 也是因为知道10号必胜 齐音鹏才会先处理了些杂物 这才赶了过来 没想到的是他居然看到了这么一幕 在他心中 10号不斥师孙般的存在 因此老头子暴怒无比 眉须接张 一路飙冲过来 他可不同于一般的单师 不善于修行 老头乃是堂堂彼岸强者 而且早好多年就登上了九岛之位 因此 他的速度快得惊人 陆云亚然 没想到齐音鹏居然会为10号出头 两人是什么关系 但不管是什么关系 今天都休想阻止他出手 第三招 他再次出手 呲 手掌心中雷光沸腾 他手一挥 这团赤白的雷光便向着10号打了过去 你敢 齐音鹏怒吼 可惜 鞭长莫及 他的距离太远了 砰 这一击已是打到 现在的10号已经无力反抗了 但是即使面对这完全不可能匹敌的攻击 10号却依然没有放弃 怎么办 这一刻 10号反倒镇定无比 就在雷球袭道身上 炸开的一瞬间 他运转九转略天晶 目标则是这颗雷球 惊人的一幕出现 可惜 这是肉眼看不到的 雷元素被九转略天晶抽取 雷球的威力在瞬间削减无数倍 不但是雷元素便是陆云打出的暗镜 亦是如此 被九转略天晶强行掠夺 威力迅速从彼暗镜跌落 直到九步 砰 10号整个人都是飞了起来 口中狂喷鲜血 哪怕是九步的力量 对他来说亦有极大的破坏力 让他暴吐鲜血 他在天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快要跌落的时候 只见齐音鹏已经冲到 一把将他抱住 在这么一瞬间 10号心中念头电转 已是做出了决定 他向着齐音鹏眨了一下眼睛 然后头一歪 眼睛一闭 就晕了过去 齐音鹏心中震惊无比 10号刚才是什么状态 他可能不知道吗 可是 吃了这么重的一击 他居然没死 甚至还可以清醒的向他表达意思 见鬼了啊 但是 齐音鹏活了多久 又何况 他乃是丹城的会长 大场面可说是见得多了 自然是大心脏了 就算是天崩于眼前 他也不见得会眨一下眼睛 所以 他立刻向着陆云看去 虽然道 老夫让你住手 你没有听到吗 就算陆云是陆家的天才又如何 他可是丹城会长 丹师道是一个统一的组织 齐音鹏只需要向丹师道负责 而并非陆家的下属 所以 哪怕面对陆家家主 他也敢拍桌子硬钢 陆云眉头一皱 他虽然是天才 可面对一位老牌的九岛强者 却肯定不是对手 但他自负惯了 要他当众低头 怎么可能 呵呵 齐会长怎么生这么大的气 丘 一道人影跃了出来 陆家的一位强者 名叫陆高 同样是九岛强者 他笑眯眯的看着齐音鹏 一副何事老的模样 这是老夫看中的人才 齐音鹏说道 现在被重创 全身经脉尽肺 只剩下了一口气 老夫如何能够不怒 没死 陆云一愣 在最后一击上 他可没有手下留情 便是如此 还是没能杀了 那已经历劫的家伙 不过 经脉全废 这已经是一个废人 他自然清楚 那一击的威力 尤其是雷霆攻击 那种破坏是毁灭性的 十号哪怕不死 这辈子也只能在床上躺着了 如此 陆家的威胁自然不存在了 而安月梅还会对一个废人多看一眼吗 那 此事就到此为止 他对十号被废义说深信不疑 其会长 真是不好意思 在下在出手之前并不知道这是您未来的弟子 陆云假意道歉 毕竟 没有十足和必要的理由 陆家是不愿得罪丹师道的 当然了 丹师道也会与每座城中的豪门保持良好的关系 方可互利互惠 此人说要接我三招 在下才会出手 陆云颠倒黑白 反正也没有人敢指出他 作为一名养魂镜来说 他确实非凡 可惜 太好强了 当则一折啊 他显得十分惋惜 然后从怀中取出一支木盒 向着奇音棚丢了过去 虽然勉强 但也算是挡下了在下三招 诺 这奖品归他了 如果说之前他的道歉至少还能算是假惺惺的话 那最后的言语和举动就带着强烈的嘲讽 可是那又如何 你奇音棚敢出手吗 而且你只是丹师 在武道上已经没有上升空间了 而他则是朝气勃勃 不用多久就会成为九岛强者 然后再进一步 迈进关自在 丹师是地位超然 但那也是武者给的 既然如此 可以给你面子 当然也能不给 第208章虎落平阳 奇音捧弃的浑身发抖 如果十号真得废了甚至死了 那他绝对会跟陆云拼命 哪怕他被陆家强者组下 亦会动用他四星单师的身份 不惜代价请动关自在强者出手 轰杀陆云 但是 十号没死更没有废 所以 他强行按下了这口气 适当地演一下戏 表达一下愤怒 已证实十号真得废了 但真要与陆家开战 那十号怎么办 老头又不蠢 否则怎么可能当上单程的会长 好好好 他仰天长笑 却是在不说话 直接抱着十号离去 陆云冷笑 他可是天纵奇才 这个老头居然敢对自己这样的态度 哼 等他迈进关自在了 定要除了这个老家伙 单师又如何 这个世界上难道就只有他这么一个单师 没了他的话 就没有单药可以吃了吗 而得知十号被废的消息后 最高兴的当然是成家了 原本还担心陆家要重用十号 没想到陆云直接出手 将十号打废 一个废人 就让他苟且偷生疤 这样说不定是一种更好的折磨 让他时刻被痛苦失心 试想 一个甚至可以一跃五级的天才 一招之间变成了废人 唯美想起又是何等的钻心之痛 好 好 好 吴江涛和潘泽也很爽 闻听消息之后 恨不得放声高歌 既然新秀大赛结束 陆家便也开始挑选在比赛中表现出彩的人 小黑表现出了越三个小等级战斗的天赋 自然被陆家看在眼里 派人前去招揽 不过 他们晚了一步 小黑已经带着大黄狗人去楼空了 他被齐英鹏抢先一步带去了丹城 陆家虽然是大 但是 除非迫不得已 他们断不可能与丹师道撕破脸 所以 他们当然也不会抢闯进丹城中去抓人 这事 就先割着了 至少 你真的没事 齐英鹏再三确认 在他眼中 10号未来将是丹师道的引领者 率领丹师道踏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未来 丹师道的极限绝不是五星丹师 而是六星 甚至七星八星 他对10号有着强大的信心 也正是如此 他才无比紧张 10号是绝对不能出事的 10号点点头 没事 最后一击虽然让他吐血 但并没有对他造成根本性的伤害 稍稍恢复几天之后 他又能活蹦乱跳了 你啊 可是丹道天才 跟人好勇斗狠做什么 齐英鹏忍不住埋怨道 像他虽然是九岛强者 可几乎没有与人动过手 堂堂丹师 需要吗 只需要炼这些丹药出来 自然有大把的武者 屁颠屁颠地求着帮自己出手 10号只是一笑 他可没有想和陆云为敌 是对方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 自己凑上来的 不过现在就不一样了 陆云既然对他出了手 那他绝对会加倍奉还的 这没苍燕国你打算怎么办 齐英鹏也没有多说 因此在他的心目中 10号可是他的老师 所以他顶也只能劝两句 10号一笑 当然是吃了 咦 齐英鹏一愣 因为在他看来 陆云这宋果之举 其实是一种讽刺 带着强烈的羞辱 这你还要 为什么不要 10号笑道 陆云以为我是废人了 所以才会大方地送出苍燕果 用意是让我在清醒之后 看着这东西就会心中绞痛 在我看来 这就是提升我实力的东西 而只有将实力提升了 我才能够打败陆云 所以 我干嘛要浪费呢 听到这话 齐英鹏不由皱起了眉 看来 10号是一肚子的怨气 这可以理解 换了他的话 现在也肯定奋不得将陆云抓过来 一脚一脚地才死 问题是 陆云乃是陆家的天才 而陆家则是四星势力 想要干掉陆云又全身而退 那又需要何等的实力 退一步说 如果只拥有干掉陆云的实力 而且还得手了 那也要遭到陆家的追杀 这应该是不死不休的 为了争一口气 需要吗 但10号正在气头上 他自然也没有去劝 打算过一段时间再说 如果你死了 我会替你杀了陆云 这时 小黑突然来了一句 就算这些日子 你管我吃喝的报答 我还传了你功法呢 10号补充了一句 小黑认真想了想 那你可以选择让陆云怎么死 10号不由笑了起来 这家伙倒也有趣 很有冷幽默 齐音鹏则是嘴角抽搐 这两个人怎么都不像正常人力 10号安心休养 他有自己炼制的商药 仅仅只是三天之后就基本恢复了 他搬了张椅子 坐在院子里 开始反省这些天的举动 很低调了 但还是莫名其妙的惹上了陆云 等等 他想到当初拍卖那天 陆云可是陪同安月梅一起去的 那么 陆云极可能对安月梅有意思 而安月梅又在晚上找自己炼丹 该不会是这件事种下了主因吧 会反应这么慢 是因为他本身对感情这种事太迟钝了 总觉得世间有太多有趣的事情 干嘛非要找个女的呢 然后 他不由想到了林雨月 想到了洛青儿 又想到了夏孟英 他愣了一下 扎扎嘴 好像女人也是有点意思的 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了嚷嚷声 怎么回事 林一会 只见吴江涛强行冲了进来 身后则是跟着一名小丝 一脸的无奈 吴少 你不能进去 会长大人说了 要让时少好好休养 这小丝还在试图劝说 吴江涛却是不理 十号一费 他便是单程最优秀的人才 哪怕做些出格的事情 也是可以被原谅的 再说了 十号被废 他若不能在对方面前得色一下的话 那和锦衣夜行又有什么区别 他要当面对着十号嘲讽 你曾是单到天才又如何 你被齐英鹏无比得宠爱又如何 现在你连根手指都抬不了 没事 我和时少可是好朋友 他笑道 是不是 时少 他特意走到了十号的正面 因为他知道十号全身经脉废掉 脑袋当然也不可能赚动得了 哈哈 他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第209章小人死得快 你先下去 十号说道 他的头都没有动一下 只是抬了抬嘴皮子 角思知道 十号这是在跟他说 是 时少 他点头离去 他可半点也不敢轻视十号 看看齐英鹏的态度就知道了 这紧得不行 吴江涛威觉有些遗憾 自己的表演居然没有观众 让他感觉不够爽 不过 能够看着十号那痛苦的表情亦可以了 十少 嘿嘿 十少 吴江涛冷笑 你这个废物 居然还有脸自称十少 你不觉得 别人在叫你的时候 其实是带着嘲笑和可怜吗 十号不语 只是看着他表演 哈哈 废人的滋味怎么样 吴江涛捏出了更欢快的笑容 在此之前 你可是春风得意啊 不但是齐英鹏的宝贝 而且在舞蹈上更能跃将近五击而战 可惜 你太蠢了 不懂什么叫沐秀于林 风必催之 这可是陆家的天下 你居然比陆家的天才还要优秀 不把你弄死又把谁弄死 现在你还能留下一命 真是走了狗屎运 不过 为此更好 不然的话 我这番话又说给谁听呢 他一口气说了说多 脸上的表情也是欢快无比 太爽了 心情大好啊 十号淡淡一笑 你很开心 当然 吴江涛突然来了怒火 指着十号道 我本来应该是受万众瞩目的 可就因为你 却没有人再对我多看一眼 十号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怎么 你还想对我动粗 十号问 那又如何 吴江涛傲然说道 你已经是废人 难道还能阻止我 再说了 谁还会对你这个废人 再加以关注 现在 我才是单程最闪耀的明星 十号叹了口气 见过作死的 没见过像你这样的 到了这时候 你还硬嘴 吴江涛只觉自己要气炸了 这个家伙也太嚣张了 见了棺材都不肯落泪 也好 就怕你嘴不够硬 这样折磨起来有什么快感 十号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大错特错 他伸手 向着十号抓了过去 他不但要在言语上羞辱十号 还要在身体上折磨十号 这样 他才能够出气 然而 他的手刚伸出一半 确实骇然看到 十号居然站了起来 妈呀 这一瞬间 吴江涛下尿了好吧 怎么回事 这家伙不是废了吗 一个废人突然站了起来 能不吓人吗 他发出一声惊呼 动作戛然而止 十号一笑 继续啊 你怎么可能 吴江涛惊呼 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他就到抽一口冷气 你是故意放出的假消息 如此一来 陆云便不会再找你的麻烦 不笨 十号点点头 吴江涛突然脸色煞白 十号既然在他面前站了起来 这说明了什么 肯定要将他灭口啊 靠 早知道如此 他干嘛要来呢 见在这里没有第三个人 门口的小四更是奇音棚的人 会帮他说话吗 一时之间 他害得浑身发抖 对于十号的战斗力 他自然是清清楚楚的 能够力夺新秀第一 甚至在陆云的手底下走出了三招 这得多么强大 他绝非对手 一想到死亡近在眼前 他不由冷汗直流 他还年轻 他绝不想死 吴江涛 我与你本无恩怨 是你非要咄咄逼人 现在还想落井下石 那以我的脾性 对于这种傻叉 通常只会以一种办法来解决 池浩伸出了拳头 不 扰我一命 扰我一命 吴江涛哀求道 在死亡面前 他那点自尊心顿时烟消云散 什么 又能够比性命来得重要 哼 池浩一拳轰过 烈焰卷过 吴江涛几乎瞬间就化成了灰烬 没有这么强的威力 又怎么能够杀得了养魂静呢 他又做了回去 只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嗯 就在这时 只见一道强烈的白光从天而降 赤裂的亮度让每个人都是感觉眼睛被灼瞎了 什么都是看不清楚 什么情况 池浩更是想到 上一次看到天降流星 结果蛋壳里面冒出来一个人 这一次呢 不会又是如此吧 然而 接下来就没有动静了 光滑消散 一切如常 池浩取出苍燕果 直接服食 有些灵果无法入药 但并非效果不佳 而是得天地之氧 直接服用便能达到最好效果 安全无任何的副作用 去炼丹的话 反倒是化虎不成反类犬 这苍燕果便是如此 无 味道还可以 池浩砸了砸嘴 只是一会之后 它就感觉体内生腾起了一股热力 似要将它燃烧起来一般 苍燕果 火焰属性 可以极大的提升无折与火元素的沟通效果 甚至可能得到一门神通 但首先 得先扛得住这样的热力 较易似 池浩抽取天地间的火元素 形成了一道桥梁 将这些的热力传导出去 只留下最最纯粹的能量 空 在它的深周 顿时有一朵朵火连绽放 微微奇观 池浩开始吸收灵果的能量 全面滋养着它的肉身和灵魂 让它无比舒服 不过 一炷香的时间都没到 要效已是过去 池浩只觉修为前进了一截 达到了四步的中期 但距离突破五步而还是很远 他将手一扬 轰 一颗大火球砸了上去 比之前他能够运用的要大上一圈 温度也要再吃高一些 果然 效果卓著 可惜的是 他并没有因此获得一门神通 时间巧然过去了两天 吴江涛的死被齐鹰鹏按了下去 就冲着对方撕闯进来 哪怕十号没有下手 他亦会杀人灭口的 陆云岂能容得下十号 得知十号没有被废 肯定会想办法继续下手的 堂堂单程的会长 完全可以做到一手遮天 所以 哪怕如吴江涛这样的天才 失踪了亦没有犯起多大的水花 只有潘泽隐约猜到一些 但他又怎么敢和一位四星单师叫板呢 而在三元城中 好多人都对那天突然出现的白光 生起了好奇 纷纷出动去查探情况 那白光大致所在的位置 大家还是有些数的 很快 一个个消息传了回来 白光的发声点已经查明 在城外七十里处 原本 那里是一片荒地 但现在的话 确实变成了一个深坑 现出了一个通道路口来 已经有人进去过了 而且还平安无视地返回 证实那是一种秘境 消息传出 整个三元城都轰动了 第210张横插一角 秘境 在这片大陆上 有着数不清的秘境 古迹 要么是上古时期哪个宗门设立的 用于考验自家的弟子 要么本身就是一处宗门遗址 现在则是被遗弃掉了 总之 发现这种地方 通常都意味着危险和机缘 据说 路加之所以能够发迹 便是他们的祖上当初 在一处一迹中得到了一部强大的功法 在经几代的修炼 终释出了一位天才 创立了如今的路加 试问 谁不想做第二个路加 便是成家 田家等路加的附庸 又不想取而代之吗 所以得知秘境现实的消息后 城中的舞者皆是出动 十号自然也心动了 若是可以在秘境中得到大收获 助他早日突破彼岸境 便可以找路云报仇了 这口气 他可是已经压了好几天了 他立刻与小黑出发 顺便将大黄狗也带上了 齐英鹏虽然很想阻止 但他又怎么可能做到呢 不过十号还是做了一下伪装 整个人都是笼罩在斗篷之中 现在秘境的位置不再是什么秘密 而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十号二人很容易就找到了地方 可找到地方容易 想要进去就难了 因为路加将秘境路口给封锁了 能够进去的便只有路 田 城三大家族 又或是他们经典的人 其他人呢 呵呵 在外面等着巴 他们这么蛮横 摆出独占秘境的姿态 当然让众人都是不爽 可有什么办法呢 这个世界看的是拳头 谁的拳头大 谁就说了算 你再不满又能如何 十号和小黑站在远处 亦是无奈 和路加硬刚 那肯定是鸡蛋碰石头 自寻死路 怎么办 先去转转 就不信路加会一直守在这里 十号说道 脚黑点头 他其实没有什么所谓 只要管保就行 只是二人还没有离开 便听急促的马蹄声响起 众人都是向着远方看去 只见证有百来人骑着大马而来 这可不是普通的骏马 而是腿上长着铁刺的一种大马 铁刺马 一种凶兽 成年后一只能达到三不养魂级别 但天生善跑 耐力惊人 所以 长途赶路的话 武者亦喜欢用铁刺马代步 不过 这种凶兽很难圈养 难度太高了 所以 只有极其强大的势力 才有资格养这种凶兽 罗加 看到这些歧视时 路加在此坐镇的强者立刻眉头一皱 他是九岛的修为 名为陆衡 罗加是另一座大城的主宰 与三元城相邻 但相隔了足足有八百里 他们怎么来了 转眼之间 骑士们便已经赶到 纷纷乐停了马匹 罗汉城 陆衡看清领头的骑士时 不由脸色更变 这一位可是官自在强者 罗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陆家的地盘上 陆衡大声问道 这时候他自然不能耸的 罗汉城虎视陆衡 也不说话 但官自在强者是何等恐怖 就这么盯着便让陆衡吃不消 额头上冷汗直流 当他差点崩溃的时候 罗汉城才开口 道 这又不是三元城 怎么就成陆家的地盘了 你这就是在强词夺理了 陆衡在心中说道 这确实不是三元城 但距离三元城不过七十里 难道还不能算是陆家的地盘吗 可他能够跟一位官自在强者去争辩这个道理吗 之前罗汉城以气势压他 就是摆明我要欺负你 所以说这些废话又有什么用呢 不知道罗大人律众而来 有何贵干 他努力镇定下来 我听说有个秘境开启 便带家族中的这些小辈来凑个热闹 也好让他们历练一番 罗汉城淡淡说道 罗大人 这可是我们陆家的地盘 陆衡强调道 这涉及到自身的利益 容不得他不争 呵呵 你们陆家也太霸道了 城里的东西要占 城外的地方也要霸 呵呵 还有没有王法了 罗汉城义愤的说道 这话差点让陆衡吐血 你们罗家难道就屁股底下干净 这样的霸道之事 你们难道干的还少吗 可这话陆衡也只敢在心中说说 他心中电转 到底要如何才能保住陆家的利益呢 呵呵 不要浪费时间了 走吧 罗汉城当先下马 在他的身后 众人也纷纷翻身而下 罗大人 你莫要挑起两大家族之间的大战 陆衡坐着最后的抗争 滚开 罗汉城踹出一脚 将陆衡踢飞去了一边 大步而行 嘿嘿嘿 罗家的人纷纷前进 只留下两人来看守铁刺马 陆衡捂着胸口 脸色发白 却是难以动弹 连他都是不堪一击 陆家还有谁敢组 罗家人长驱而入 其他人一见 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纷纷跟了上去 从这点来说 罗家绝对是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池浩当然也不会错过了 跟着人群而动 他们进入通道 好像进入了一个地下墓穴式的 好一会之后 前方突然豁然开朗 献出一片巨大的广场来 而在广场上 摆放了一张张简易的台子 每一张台子上面皆是插着一只火把 将这个偌大的广场点缀的是灯火通明 人很多 但都是陆家 成家 田家的人 听到这么多的脚步声 陆家等人纷纷扭头看了过去 咦 什么情况 罗汉成 这里的话 陆家一有一位官子在强者坐镇 他立刻站了出来 陆锋 罗汉成咧嘴露出一抹笑容 好久不见了 不知道你可有什么进步 呵呵 不疏于你便是了 陆锋傲然说道 老夫想送一些小被禁秘境 如何 罗汉成直接问道 陆锋当然是不乐意的 可是 现在就只有他一个官子在 又如何挡得住罗汉成呢 两人的实力相当 他可丝毫没有胜算 哼 你既然这么厚颜 老夫难道还能赶你走不成 陆锋不跃地道 罗汉成没有与他计较 在这件事情上 罗家确实属于横插一角 可是 逆锋关系太大 又怎么可能错过呢 不过 逆锋还没有开启吗 他问道 这只是一片广场而已 不知道该如何操控 陆锋摇了摇头 你来参考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